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鲜的猪头肉一定要用喷枪烧一遍 烧到猪皮一遍全部发黑 这部可以请卖肉的处理做老板娘帮忙处理 烧好的猪肉再用小刀刮洗干净 猪头上的毛毛或脏东西基本上就清得干净了 洗好的猪头肉再用刀修起边上的泡泡肉 起锅 锅中煮入清水 把猪头肉放入锅中 大葱斩成结 老姜撇破投入锅中 撒上几粒花椒 两颗白骨 再撒上两毛毛盐 盖上锅盖 大火煮20分钟 利用猪的时间准备配料 轻而整条海椒 切刀切成片片 上面给它撇几下 学起切成马耳朵 20分钟后捞出猪肉的猪肉 凉一下后再盖刀 切成薄片 猪捞口肉价量无美 肥而不腻 切片是公尊那一件 是越吃越香 切好的肉 找个大碗装起来 起锅 下油花锅 将猪肉倒入锅中煸一下 煸去猪肉中的多余油脂 重新起锅 下点点油 下花椒 干海椒爆香 投入姜片 蒜片 葱节 少许翻炒 再加一点皮鲜豆瓣 炒香 炒出红油 将猪肉重新回锅 开始翻炒均匀 把切好的辣椒倒入锅中 多和几下 和转 和均匀 调入3克盐 1克味精 1克鸡精 2克变糖 2克生抽 快速地剥几下 再和几下 把蒜面倒进来 拎上一道锅边醋 翻炒均匀 美味几次 猪头肉属于猪身上的煸锅料 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 廉价的猪头肉就是清平日子里面 停泛生活的礼物 不管是炉汁 还是简单的水煮后的小炒 都是以夹子 西温落间的美食 在一代又一代的磁火传承中 猪头肉几乎成为一种符号 危及过我们的腹背 也给我们带来过欢乐的童年 更是我们今天感叹的符号 我是厨子 明天见